有超过百年历史的卢州宝盒工 由于年久失修 后来委员会决议捐为试定古迹 并且展开古迹修复的工程 长期协助这个修复工程的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 日前特别邀及相关单位会看 已经接近完工阶段的卢州宝盒工 看起来变得很不一样 又有百年历史已经成为试定古迹的宝盒工 目前还有无障碍波道以及消防设备等需要改善 最主要就是这个残障坡道 残障坡道包括我们这个小凤丘 小凤丘的逃生的地方 所以今天特别又邀请我们小凤丘 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跟文化局来研究 跟我们教授老师来做研究 要怎么来协助在最后的一个门槛能够通过 改造的都要做 当然今天小凤丘包括文化局跟干部局这个保温 就是因为它是认定为古迹 而且要关注高杰 所以它的部分的那种会比较敌殊 那么市政府也都会来协助 宝盒工是卢州地区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 建筑本身有许多需要修复以及维护 因此委员会最后决议捐作设定古迹 由政府出面帮忙 这次我们委员会认为来改造设定古迹 要关注 因为是可以说 来给政府来管理 满满年 因为我们保护工已经百万年 现在又六年是满满年了 所以这次我们要顺利来 这样进行完成 我们加在我们预管 和预管和预管的帮忙 这些顺利 走到这个阶段 目前虽然还未全部完工 但是已经开放给信仲 陆内参拜 修改的工程预计在八月份完成 届时只要相关的单位 会堪复合规定之后 就能取得古迹因应计划 达到合法使用的目标 记者方坚卡林锦鱼 陆周采访报导